九倉1997,盧魯就問,九倉的業績英俊,他會定義做 不過他看起來是營銷規的,但維持著派息,所以股價都做得不錯 他問有沒有其他未炒上的收租股有機會跟進呢? 他就拿了三隻,你可以建議哪隻值得吸納 101行龍,14希臣,以及新世界17,他說應該怎樣選擇呢? 三隻都有不少商場的業務 其實1997我不覺得這份業績真是特別帥的,剛才這麼說 我覺得這段時間的業績期,投資者有一件事很忌諱 沒見過股價大升,就覺得一定是業績帥 相信你也未必真是很深入看過這份業績 其實如果你看業績上面,不會特別帥的 說公司究竟什麼時候有一個穩定的營利能力都未清楚 但是業績不帥帥,代不代表我對著1997的看法上看得很淡? 不是的,我覺得整個行業來說 如果你真的看來未來的項目去到通關 然後去到自由行復甦,整個零售業走出最壞的時間已過的時候 1997是首選來的 問題只不過是說這份業績不是特別帥的 因為說公司在過去幾年推出了一些很激烈的消費券 說的是Happy Reward 跟其來講,這個版法炒了主要來不了兩件事 第一方面,剛剛派了新一輪的消費券 第二方面就是李佳超,特首上就是準備 再縮短通關 縮短防疫隔離措施市場 覺得是中國兩地通關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所以說本地的零售股有實力的相關股份 即是上星期四,星期五,近兩至三個月的上 全部都有一個很不錯的勝幅在這裡 所以說譬如商場收租股上首選就是1997 如果零售方面,首選我覺得是周大福 1929這些,全部的股價都是很強勢 所以是不是因為要出現業績 所以我又出現業績,升上來不去追 那就不是的 相關於短線,如果你去買一些其他落後的 可能他們一樣都會有一個獲利調整 所以我覺得分別上,欺慎的好處就是 股值更加之殘 短線來說,特別是好像今天剛剛講的焦點 其中一件事 有利福這些私有化事件 市場突然間資金會不會對一些 股值特別殘的本地相關股份上有興趣 博有一個私有化的狀況,私有化潮出現 可能會有這些想法 所以其實分清楚是短炒還是中長線 如果你真的看好公司前景做中長線的話 我覺得沒必要,因為短線升得多 而可以避開 我也比較喜歡1997 看中長線看到44元、45元甚至50元這些位置有機會 但不是今年年來 整個通關、復甦過程我相信都是比較漫長的 你會分駐吸納,1997我覺得OK 但如果你是短線炒 正如剛才說追落後 但我覺得這個炒風不太疏離 所以我覺得隨時要掉頭走 我就不太建議 你說炒通關這個概念 其實可否衝警 11月有一個比較實質的消息 可以出到台呢? 其實沒有人猜到 最主要你都是看特首怎麼想的 或者看一些領導人高層上面怎麼想的 所以就是短炒這種通關消息很危險 我們會很記憶就是衝上來的時候才走去追 但相反地 當他確認通關的時候 就強硬高追 我就追得舒服一點 所以當我們講特首要分清楚 炒和做部署上面 分別真的很大 這些長線部署上面我們可以怎麼做 升了很多 那就分注吸納 反正在講長線 整個長線的 如果萬一他再回到 好像是九仓我們很中 我們只要看一九九七 落到35元的時候 你的分注還可以繼續去吸納 因為時間長的 我們不需要心急著 但是如果短炒的話 這些位置追就是 萬一回到回去 不要落到35元 落到36元那段時間 已經尷尬了 無端端輸差不多接近一四了 那些位置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出手司機 所以如果是短炒的時候 你想想整兩枝羊竹你都錯過了 你再追 一旦出現獲利回套的風險 就自然比較大 所以通關那些炒作上面 是比較難 要跟車跟得貼的 短時間內這些位置就 如果你真的要強硬短炒的話 可能定回到最近的平均移動 大概是100天線那些位置 36.7這些位置 但是 不是特別抵薄 我覺得我不太建議這樣強硬去追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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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